来关注岛内新闻 综合台媒报道 针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否独立参选2024问题 台湾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受访时表示 现阶段不可能担任郭台铭副手 对于近日引起交锋的服貌议题 柯文哲表示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战略是与大陆脱钩 但这是喊口号喊太多 柯文哲26号上午接受广播节目专访 主持人黄伟翰询问 郭台铭最近有迹象加入2024选举 是否评估过郭台铭可能成为第三位对手 柯文哲表示 郭台铭之前话讲这么满 现在要怎么转弯 至于若郭台铭参选是否冲击民调 柯文哲坦言 他与郭台铭的支持度有互相重叠 但所有参选人的民调都会掉 只是看谁掉的多掉的少 黄伟翰追问 若郭台铭参选 他是否可能担任副手 柯文哲表示 现阶段不可能 对于先前上节目称退选要有理由 柯文哲称这是谦虚的说法 且民众党都已提名 对于近日引起交锋的福茂议题 柯文哲强调 中国大陆是重要经济体 台湾需要的是规范 而不是不与中国大陆来往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战略是脱钩 但这是喊口号喊太多 向他当医生比较久 会面对真实的世界 且常处理临床问题 逻辑会不一样 对了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